2007年冬季的一个清晨 越南北部永福省永乡县伊丽村 然小二像往常一样 去伊丽遗址发掘现场上工 小二兄在探坊里蹲久了 觉得有些腿酸 便起身活动了一番 又看了看远处那位 据说是从中国来的考古学专家 然而小二兄在探坊里蹲久了 然后便继续挥舞手中的小锄头 辛勤工作 过不多久 小锄头突然碰到某物 并传了一阵轻微的丁盛 经验丰富的他 只听着声音便知 这次恐怕真的挖到宝贝了 出土的是一枚精美绝伦的玉牙章 又称 其风端刃器 端头上有两个锋刃 一边高一边低 此物在东亚一系列古文明里 有着相对特殊的地位 通常是代表王权 我国专家闻讯赶来一看 立马便认出 此物与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章 几乎完全一样 不仅器物造型相同 连预料都极为类似 一个天大的问号 就此出现在中越两国考古学家的脑海里 为什么和四川广汉三星堆 一模一样的文物 会出现在一千多公里外的越南呢 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屹立遗址隶属越南北部的逢源文化 此文化大约存在于四千至三千年前 三星堆文明距近于四千八百岗三千二百年前 年代上双方倒是能对上好 但三星堆文物是怎样跨过东南亚数千里的原始丛林 传到越南的呢 原始丛林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危险 我们时常都能从新闻上看到 某某旅友在某某地方失踪 而三千多年前的原始森林 自然更是危机四伏 瘴气 沼泽 野兽 看成三打杀手 以三星堆人当时的生产力 很难跨过这数千里的天前 或许有人会说 你凭什么说是三星堆传到越南 就不能是越南传到三星堆吗 答案很简单 三星堆文明出现时间 比越南逢源文化更早 生产力水平比逢源文化更高 但有一点我们得明确 越南出土了玉牙章 证明逢源文化和三星堆有联系 但并不能就此断定 逢源文化是起源于三星堆 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淆 三星堆文明与逢源文化有联系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双方是怎样联系的 却是一个谜 但随着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 这个谜题已基本上被破解 三星堆文明的影响范围 其实不局限于广汉鸭子河片区 东至湖北宜昌 南至云南昭通 都出土了与三星堆类似的器物 这表明三星堆在其巅峰时期 实是一个有广阔范围的局部文明 既然三星堆文明的影响力 扩展到了云南 那古蜀国的南部边缘地带 离越南其实已经很近 而近年来 广西出土的一些与三星堆相同的器物 则彻底补上了三星堆与逢源文化 相互联系的最后一环 大约三千至四千年前 四川盆地与南亚斯大陆之间 应存在着一条极为艰险的南方丝绸之路 它的具体起点是在成都平原 经过云南广西 到达今日越南 又从越南折向西 然后到达当时的古印度文明 这条路线长度大约在三千公里左右 路途极为遥远 这条贸易路线的存在 还有另一个证据 三星堆出土的五千余美海贝 日本雄本大学 专门搞海贝研究的学者 曾对三星堆海贝的来源进行过探索 在对三星堆海贝进行测定后 可以确定这些海贝产自印度洋 这一点再加上三星堆出土的象牙 有力地证明了 三星堆越南逢源文化 古印度贸易路线的存在 这条贸易路线 自然不像我们今天的交易这么高效率 双方一次物资的交换 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之久 三星堆文明共存是约两千二百年左右 如果放在这个时间尺度上去看 那就完全称得上是交易频繁了 南方丝绸之路 比较确切的记载是司马迁 史记西南一列传 建元六年 拜唐蒙中狼将通夜狼 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巴蜀至古印度的贸易路线 夜狼岛又称蜀深独岛 深独即西汉时期对印度的称呼 而三星堆至古印度贸易路线的存在 将南丝路的存在时间 又从西汉时期往前推进了一千余年 这证明早在三千多年前 南丝路就已被三星堆古属先民开辟出来 由此 三星堆出土器物里 为何含有一些西亚元素 也有了相应解释 这条古贸易路线既然能到达今日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自然也能到达更加西边的两河流域 所以西亚文明的一些影响因子传入三星堆 事实再正常不过 毕竟这条南丝路维持了一千多年甚至更久 如此漫长的时间 文明之间产生相互影响不可避免 三星堆文明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 不仅在当时促进了中国巴蜀地区 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和物资交流 对我国现今推动高质量建设 一带一路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表明早在三千至四千年以前 我国西南地区就已经对东南亚地区 施加过文明影响并展开过贸易 而在一带一路帮助沿途各国的建设过程中 如果既有实际合作 又有历史情感上的联系 无疑会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加顺利 过往笼罩在三星堆文明上的历史迷雾太过浓厚 让很多有关三星堆的事物无法理解 但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 三星堆一团正在被逐一破解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三星堆的一切疑问都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我们有时觉得这个世界难以理解 是因为我们对它还不够了解 人类探索未知的脚步将永远不会停歇 然而 三星堆挖了一半 为什么又突然停了 里面究竟有何秘密 三星堆古遗址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 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 它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 延续时间最长 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 古国 古术文化遗址 它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它有太多名号 其因是当地农民烟岛城 在1929年逃沟时 偶然发现了一坑鱼石器 然后到了1931年春 英国传教士董篤仪知道了这件事 他找到当地驻军保护并调查 还把当时的一些玉石器 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 1934年春 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明君 组成考古队 由县长罗宇仓主持 在烟室发现玉石器的附近 开始为期实贴的发掘 发现了很多东西 之后整理了一份资料 挖掘就停止了 直到20世纪50年代 考古专家们又想起了三星堆 再次进行挖掘 但当时的他们 也不知道这规模有多大 只把月亮湾地点 当成一个遗址 后来 还是冯汉吉教授觉得 三星堆不简单 他猜测 这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 一个中心都役 到了八九十年代 三星堆遗址 才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期 时间长达20年 1993年 三星堆的一件文物 在瑞士博物馆展览 在欧洲引起了很大反响 很多国家都邀请三星堆珍宝来展出 2002年 三星堆出土文物 青铜神术和玉编章 成了被禁止出国的重要文物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三星堆停止了挖掘 三星堆的发掘 让我们对八树文化有了新的认知 很多地方完全不同 之前都以为八树是个封闭的地方 但是三星堆却证明 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 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它也证明了 长江流域地区 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它还表明 在商周时期 三星堆古蜀国 极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有力地驳持了传统史学 关于中原周边文化之后的谬误 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 中国纪录 其中多项纪录 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 世界之罪 中国之罪 它里面有世界上最早 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 高384厘米 三醋树枝 每株三枝 共九枝 尚有27果九鸟 树则由翼龙元树 威夷而下 据推断 可能为古神话传说中 扶桑树 还有世界上最大 最完整的青铜大理人像 铜高262厘米 重于180千克 被称为铜像之王 三星堆的影响 超乎我们的预期 也超出了那些专家的预期 关键是它改变了 我们心目中的一些历史 让人迷惑 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而且往前推几十年 当时我们国家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但是三星堆这些文物都是重点保护对象 不容有丝毫闪失 挖了那么多年 突然停止 并不是害怕什么 也没有不得了的秘密 只是文物太多 需要慢慢研究 再解释给人们听 真相到底是什么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